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BBC就为了这件事情写了一篇报道 先看存折怎么说 你可以叫它BankBook 你也可以叫它PassBook 都OK 很好理解了一个词 Bank 银行加一个Book 没问题 我们今天还会学到的字 包括有一事三份 你应该对这个不会没有概念 你在填表单或什么那些的时候 它下面会有附写纸 我们说报警会有三连单或什么的 那个就叫做一事三份 这英文怎么说 等一下会看到 还有无纸化 无纸化其实简单多 就Paperless这样子 So if an office goes paperless 就是没有纸了 所以台湾我们的银行业 根本无法无纸化 因为大部分的人都还是习惯用BankBook 或者他会喜欢收到每个月来的对账单 寄来的 那个就是你的Bank的Statement So你会Receive一个Statement Monthly Statement OK 所以多学一下这个字 Monthly Statement from the Bank 那什么Statement 你的Financial Statement 你的Current Financial Standing 大概就这样子 我也不太喜欢这东西 但是我的父母还是会觉得 我就是要再翻开这张纸上 细细的观看我现在银行里 还有多少钱什么什么的 各种投资 习惯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BBC说什么 So will Taiwan's banks stay stuck in the 1980s time warp 台湾的银行们 是不是还会停留在 卡在一个什么地方 所以stay加个形容词 是很常看到的这个做法 所以保持着一个形容词的状态 所以主词保持着 形容词的状态 这个是很常看到的主词动词 加上一个主词步语 OK 所以这后面不会是 例如说副词 因为副词修饰的是动词 这里修饰的是主词 我这样讲应该可以接受 所以像例如说 我保持沉默不讲话 stay silent stay healthy stay这里的 stay stuck OK 所以它保持一个状态 就是卡在1980年代的 这个time warp 什么是time warp 就是注意这里并不是wrap这个字 所以你不要把这个字读错了 wrap是把东西包起来 或之类的 或我们讲吃春卷之类的那种食物 也可以叫做wrap 墨西哥饼卷什么的 那都是wrap 当然你可以加burrito 或是tacko之类的 有一些别的字 我们这就不讲了 但是这里是warp 所以这是一个时间的扭曲 就是一个warp 这样子 一个warp 好anyway 我们再往下看 说些什么东西 所以这是作者的样子 所以它是一个 它名字叫Katherine Cho I guess 然后它就说 它一进了台湾的银行 第一次的时候 两年前 结果这就是一个misadventure 它认为这个 什么是adventure 你大概知道adventure就冒险 所以misadventure 大概有这样子的翻译 厄运 意外 不幸事故 不幸的遭遇 所以它认为 跑进去台湾的银行里面 竟然是个misadventure 所以它整个就傻眼掉 大概是 所以我们先读一下 the Taiwanese American professor had relocated to Taipei to wait out the end of COVID-19 but she was still processing some of her paperwork and needed to send a money order 第一段结束 所以我们这里看到 它是一个台湾籍的 台湾裔的 美国籍的 台裔美籍的 像林书豪一样 Taiwanese American 这个观念我们讲过 这里就不再说一次了 而它是一个教授 她搬来台湾 来夺COVID so she had relocated to Taipei 特别讲台北 来把这一段 COVID-19 等过去 to wait out the end of COVID-19 but 但是她还是有 要处理一些那种 房文入节的东西 so she was still processing some of her paperwork 所以这里有 paperwork就可以是 文书上的东西 而它需要去送一个 汇票 所以这里有个词 就是money order 就是我们讲的汇款单 money order 那在美国 汇款单要送很简单 so back home in the US sending money is a relatively simple procedure 所以相对来说 是一个单纯的 不复杂的 的一个procedure 翻译成简单也过得去 而它会需要什么呢 所以用一个 形容词指句说完 so it was a it is a relatively simple procedure that requires 所以它需要 requires 三个东西 应该是吧 yeah ok 或者最后一个 so requires a photo ID a simple form and payment in cash or a debit card 所以你就有一个 有照片的ID 这应该没问题 身份证 驾照之类的 simple form 就一个很简单的 表格填一填 然后当然就是付钱 so a payment in cash 所以就现金的 payment 或者是debit card debit card 你如果不熟 你可能比较熟 credit card credit card是 信用卡 应该没问题 那debit card则是 我们叫做 那个 就是提款卡 简单的说 提款卡 那我觉得蛮有趣的是 在国外很多时候 买东西 你也可以用 提款卡来买东西 它会 它会直接 从你的银行扣款 换句话说 要是你 你的账户里没有钱 那就不能买 而信用卡是一种 借钱的行为 如果你懂意思的话 就是你有信用 我先刷下去 然后你即便现在银行没钱 但只要你在 它的账单寄来的时候 有钱能付 付掉这个信用卡 账单就没问题 我干嘛解释这个 你应该懂 总之可是debit card 就是在国外买东西 也可以用的 所以debit card 还是这个提款卡 好 然后 但在台湾 Miss Chu 还是Miss Cho Found the process required a lot more work 他发现这个process 需要更多的work I filled out paperwork by hand in triplicate 这就是我们说的 三连单了 OK 所以这个一试三分 所以他就用 他就要用手来 填这些paperwork 而且是一试三分 triplicate 我有在想 这里会不会有误 因为虽然说 triplicate 我理解是一试三分 可是有没有可能 是重新 就是写三分一样的东西 而不用附写纸 或许这不是很大的重点 因为就算是附写纸 它的法律效应 应该也是一样的 还是说 如果它是original 就是这个原始版本 original copy 以及它如果是附写的copy 附写的copy要怎么说 这就是我现在 另外多讲一个词 就你知道 我刚刚讲 那个附写纸三连单的时候 下面你知道 可能是黄色 粉红色 对不对 那个东西是因为 它上面有那个 应该是因为有碳 还是什么的吧 所以你在上面 第一份写下去 靠压力 下面就会出现那个字 你应该懂我在说什么 我们称那个叫carbon copy 所以这里就有附写纸 carbon copy 如果今天你写了 三分original 跟写了一份 下面有两分carbon copy 是不是效用有不一样 这个就可能 同学可以替我回答了 因为我也不知道 但无论如何 回来这里的话 把carbon copy理解一下 你就知道 你知道email email有时候可以说 forward给谁 然后或者是 cc一份给谁 那个cc一份给谁 就是我们讲的carbon copy 所以你的原本的email 寄给我 cc一份给我的老板 cc一份给我的同事 给我的秘书 这个cc就有点像是 我们讲的三连单里面的 其中一份给了谁的概念 这样子 好 这样大家就理解了 所以他就 intriplicate that was then input into a computer by the bank clerks 所以他的这一份 一试三分 然后再被 这个bank clerk 就是我们讲的 可能你把理解为 是贵员也可以 可以 所以就贵员 不是吃的贵员 拜托 所以 然后这个bank clerk 就帮他输入电脑里 and in the meantime the dot printers are whirling in the background she says 而同一时间 在这个银行贵员的后面 还有那一个 dot printer 什么是dot printer 就是那种点证式的印表机 我希望你知道我在说什么 就他那个纸还是特别的纸 他旁边会有一圈一圈的 那个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它 反正就一圈一圈的 他好让那个印表机可以拉那一支纸 有没有 然后他就是 所以用那种方式列印 所以印表机大概是我们 我们大概理解有三种 所以最老 最原始的就是这种 Dot printer 我人生用第一台也是这一种 然后再来就有另外两种 一个叫bubblejet Dot printer是点证式列表机 然后bubblejet则是喷墨式列表机 最后品质最好的就是laser了 以前来说laser是很贵的 雷射印表机 后来这种东西也都变成是很普遍的商品的 所以我自己有买一台放着 然后那个碳粉用了好多年根本用不完 因为我很少在列印东西 然后他们说bubblejet买来 还可能墨水会干掉 这个就不扯了 我们再看下去 所以反正他就是说 这个感觉很落后了 大概是这样一次 So it was very slow 1980s vibe 所以他就感觉到这非常的1980年的一种氛围 所以这个氛围就是vibe这个字 很常看得到 它不见得是环境的氛围 它也可以是人跟人相处的一种感觉 所以如果说 我觉得你这个人给我感觉怪怪的 所以你说 我讲他好了 我跟你聊天 他这个人给我感觉怪怪的 So he's got a very weird vibe So he emits a very weird Okay, bizarre vibe Okay, something that you don't feel comfortable with Okay, vibe 然后来自vibrate vibrate这个动词 vibration So the afternoon fruit delivery came in 后来他在等的时候 下午的时候他们还团购了水果 看起来是这个样子 The afternoon fruit delivery came in Everyone passed around the boxes And I was still waiting for my money order to go through 所以然后大家就把水果在那边开始分分分 很开心 然后我还在等我的这个汇款单来过去 这样子 所以对他来说 这是一个painstakingly slow的一个process 所以painstaking是什么东西 这里我先稍微找了一下 很苦心的 所以这个painstakingly 常常来修饰一些 就是不太开心的形容词 因为他自己本身就变腹词了 So it's a painstakingly slow process 而且他overly bureaucratic 所以bureaucratic这个词就是很官僚的 需要很多的繁文入解 再一次我们多讲一个字就是red tape 这个就是你今天要办一个什么东西 需要柜员盖个章 然后他后面的主管盖个章 如果说你要领很大一笔钱 甚至可能银行经理要出来跟你聊个话 然后再盖个章 所以你要领个100万现金 可能要有三个人的章 那如果今天现在经理不在 所以你要等他回来或什么的 所以这个就被理解为red tape 所以通常公家机关里面 就是太多的red tape 以至于它的efficiency非常的烂 所以red tape就是efficiency这个词的 基本上就是它的反译 red tape就是很多的paperwork 就叫做red tape 这是行政管理学里面会看到的一个字 就是我所以前大学的专业 so overly bureaucratic and often edging into darkly comic comedic are common descriptions 所以基本上 你都感觉这几乎是黑色幽默了或之类的 所以这些都是很常见的 common descriptions of foreigners and foreign born Taiwanese like Mrs. Chu when they encounter Taiwan's banking industry for the first time 所以当他们第一次体验到 台湾的这个银行产业的时候 他们会感觉到的上面这一堆不同的形容词 扶持这样子 可是台湾在国际间的形象却不是这样 所以这里也稍微描述了一下台湾国际间的形象 我觉得这个描述也蛮好的 说真的 可以看一下 so overseas 在海外的时候 台湾 is synonymous with sophisticated high-tech companies like TSMC and Foxconn who supply many of the parts essential to smartphones and computers cool 所以台湾就跟后面这件事情是 就是可以算是同样 synonymous synonymous是同意字 所以台湾跟后面这些东西 基本上就是同样一件事了 所以这个的用法大概就是 X is synonymous with Y 这个片语我们其实很常看到 我相信不是我第一次讲 所以X跟Y就是同等语这样子 同等的事情 所以台湾就跟这个复杂的高科技的公司 像是 TSMC或者是富士康 所以台湾跟他们是画上等号 OK 台湾 is synonymous with sophisticated high-tech companies like TSMC and Foxconn 而这两间公司 所以豆典以后关带 而他们呢就提供着 who supply many of the parts 很多的这些零件 就是parts 而这些parts呢 对于手机跟电脑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essential so many of the parts that are essential 你可以想象一下这里面有关带结构被省掉了 so the parts that are essential to smartphones and computers it's also home to a growing cryptocurrency market 所以它也是 home to什么东西 就是什么东西称它为家 所以台湾也是后面这个东西 会称为家的一个概念 那后面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在成长中的虚拟货币的市场 so it's also home to a growing cryptocurrency market 没问题 而台湾不止这个科技方面 but elsewhere 还有些其他的地方 台湾 is known for being quietly at the forefront of social change in Asia 说得真好 台湾就是以什么为知名 is known for for what 就是是一个很安静 但是就处于一个前线的一个状态 being quietly at the forefront the forefront就是很前面了 走得很前端 of what 社会的改变 社会方面的改变 在亚洲里 所以我们在亚洲 在社会的这种改革上 台湾是走在很前面的 而且是知名的 so Taiwan is known for being quietly at the forefront of social change in Asia 称为什么 称为一个 as the regional leader in gender equality and the first place to legalize same-sex marriage 所以他是一个 区域的 leader 在什么呢 在性别平权上 gender equality 以及是第一个地方 合法了 同性婚姻的 the first place to legalize same-sex marriage 然而台湾的本地 however on the ground in Taiwan so on the ground 就在台湾 真正本地上 things can feel decidedly more old-fashioned especially at the bank 所以由这个话 转回来 继续讨论 银行这件事情 所以然而 事情再转回来 台湾本岛中 这一切都会感觉到 更 decidedly more old-fashioned 所以就是很老派 这样子 OK 好 所以有讲到 the institutions can feel like a world unto themselves of passbooks pneumatic tubes endless paperwork and a ubiquitous chop a traditional Chinese a traditional stamp bearing one's name or company's seal 这段看完就够了 所以他们这些机构 会感觉到 就是一个 自己活在自己的世界中 而这个世界里面 充满着 刚讲的这个 pastbooks 存折 这个pneumatic tube 不是个很好理解概念 可是你如果看过一些那种 很老很老的片的话 他们在一个办公室的建筑物里面 传递讯息最快的方式 不是透过电脑 因为以前还没有电脑 他们会有很复杂的那种管线系统 而那个管子是可以传文书的 而且是卷成一圈的 卷成一个 纸卷成一个小小的那个tube 一管 然后他就可以在这个建筑物里面 然后可能后面 掉下来打开 然后就一份文件拿出来 大家知道我在说什么 那个就叫做pneumatic tube 那我也找了一下 他中文把它翻译成叫气动管 这个看一下就知道 已经是时代的眼泪 现在已经看不到 我最后一次看到是在 有一个Netflix里面的一个剧 叫做那首 突然间叫什么来着 我都想不起来了 就是一群人有超能力 然后他讲到那个 就是未来的世界 或者说有一个管理局 那里面传递讯息的方式 还是用这种pneumatic tube 这可能扯远了 来 那无线的这些 翻译学就纸张这paperwork 以及还有到处可见的 所以这里这个字叫做ubiquitous 你应该要认识 OK ubiquitous 到处都看得到 我们每个人家里都好几个 ubiquitous what chop 一般来说chop这个字就是 那个切东西 切东西 只是这个字的发音 正好跟我们讲的那个张 或许英文的发音上 听起来真的有点像 就我们印章的张 你知道就这个玩意儿 所以他就给他一个quotation 然后说OK 我们到处可见的chop 然后他在后面再补一下 It's a traditional stamp 一个传统的的一个 stamp也就是印章了 OK 那上面有自己的名字 或者公司的名字 所以张这个字 你讲stamp可以 可是你讲seal也是没问题的 就是印章的张 OK 当然seal这个字本身还有 把东西封起来的概念 所以像外国人 他们也有张 那他们的张可能甚至像我们有那个 那叫什么东西 还是红红那一块有没有 印尼啊 要想起来的 那外国人的印尼 事实上就是辣 所以你会看到有一些那个影片 很酷 滴辣在那个信封上 然后滴了一两滴辣 然后他就 滴了一两滴辣 然后就把印章盖上去 那个还真的蛮漂亮的 所以那个叫做seal OK 也可以是动词 总之是seal也可以是把东西封起来 我们看到这里大概够了 后面当然其实还有非常多的内容 可是我们就不要看 因为我们没有时间了 我不可能一片一片 讲他们两三小时 把整篇文章带完给你看 你大概也会没有耐心看 所以我们这边小小复习下下 今天刚刚看过的东西 我们很久没有复习时间了 我那个图片我都忘记 长什么样子到哪里去了 村子那里都忘记了 Anyway 刚刚看到了这个 每个月的对账单 Monthly statement 没问题 然后stay这个动词的用法 国中应该就学过 就你维持什么的状态 所以keep也可以这样子用 其实so keep healthy stay healthy OK的 stay silent stay alert stay什么 写中词 所以台湾的银行业 stay stuck in the 1980s time warp 所以这个time warp 时间的扭曲跟错位 不是rap 再强调一下 然后他就在台湾进银行简直是一种missadventure 很糟糕这样子 简直像是不幸事故一样 那汇款单 money order 我们多讲一个词 这边有个词叫做certified check 我们大概把它理解为是银行本票 因为有银行认证过 所以表示这张纸真的可以去拿去兑换你的2000万美金之类的 certified check 银行本票 credit card是信用卡 没问题 debit card是提款卡 这个应该刚刚讲过你应该记得 original copy就是原版 原本的 原版的 是不是叫原版 正本 想起来了 有时候是中文 想一下才会出现 正本 那复印出来的就是copy OK 那如果今天是那个 大家都是用那个印表机 不是印表机 那个影印机弄出来 我们就photocopy OK a photocopy of the original 那OK了 那一次三份 triplicate 刚刚看到过 他事实上就triple这个字 然后加一个cut做结尾 复写纸 carbon copy 刚有讲过 email里面的carbon copy 就是cc这样子 那印表机有三种 列表机 印表机 大概同一件事情 dark printer bubble jet laser OK的 vibe是你一个人 散发出的气场 或者整个地方的一种气场 都可以叫做vibe 当然还有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aura 我应该也讲过这个字 就你这个人有一股aura 也是有大概气场的意思 没问题 只是vibe是比较 潮一点的字吧 或许可以这么说 painstaking 对一件事情 做起来很刻苦 很苦心 OK的 bureaucratic 刚说的这一个很官僚的 bureaucracy是它的名词 那里面的很多繁文入截 都叫做red tape 那它就是效率这件事情的相反 然后存着passbook bankbook 没问题 那两件事情是同样一个意思 so x is synonymous with y OK 台湾呢就跟高科技产业 是画上等号的 so 台湾 is synonymous with all the high-tech companies that come from there OK的 这个字不认识就算了 气动款 我刚刚说的时代眼泪早就已经被淘汰了 台湾每个人都有印章 所以印章在台湾就是一个ubiquitous 随处到处都是 随处可见 那它甚至把印章讲成了chop这个字 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它这样子用 就是chop这个字能够当成印章来使用 但是我觉得还蛮事才事索的 说实在的 好到这里OK 我是Paul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